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最标 那么很快礼拜一搜盘的指数再涨20点的时候 好多位好朋友刚才下午就在问 为什么这个盘式还是拉尾盘拉高 最大的关键点 好朋友有没有看过上礼拜外资是不是买超 外资的持股到上个礼拜五占大盘比重40.6% 比重非常的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市场上很期待说 大陆降纯准率两码 美国9月19号也要去降息一码 对整个市场资金应该更宽松 更有利于行情的上工 那么关键重点来了 台股今天涨20点 有没有发现上市上柜 上市柜的加速里面超过一半以上 今天都是下跌 OTC翻黑 很多在营收不好的公司 公布出来8月营收衰退的 不要说衰退大了 衰退一点点可能只有比去年衰退个3% 股价反而就大跌 那么这个现象有很多特殊的地方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在每一天分享之前 还是跟好朋友先讲一个观点 就是我在YouTube频道的网址 是PS1.IS斜线FAN7R 好朋友可以看到我频道右边 现在影片的右下角有订阅标的字样 或者是频道右边有订阅标的字样呢 都可以怎么样 按下订阅会出现小铃铛 也要记得按一下小铃铛哦 那么按下小铃铛最大的好处 每天有及时的影片 或者是有整个直播 或者是晚上那个有这个金融故事的话 YouTube都会有订阅的免费 第一手及时的通知 那么第一手及时通知 你如果说时间上没有办法看到直播 你在晚上或者是隔天 都可以很轻松的点选订阅的通知牛呢 就可以打开订阅的收看 好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 好那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说照妖进现原型的时候 很多好朋友都问说 老师这个盘是指数从8月26号反弹涨升的10天上来 像不像在之前 台股上个礼拜一之前呢 一路涨连涨6天 每天就是拉指数拉指数拉指数 然后呢上礼拜一一回跌183点 把前面6天几乎都吃掉 现在的指数又在慢慢推到10800点之上 我在盘中媒体解盘的时候 我说这个盘式啊 最简单的一定要看成交量 至少要1300亿以上去滚量 如果没有成交量 指数把他这个金融股穿产股拉高 不见得是好事情哦 我们怎么看这个盘式 来 你先看 加权指数最后一盘 有没有 最后一盘涨了9点 今天一半的指数是最后一盘拉升 但是OTC在10点55分就开始拉回 翻黑下跌 有没有 翻黑下跌 大盘指数量缩到1159亿 1200亿都不到 拉台积电 拉指数股 金融股 没问题 这种要撑指数 把指数做高 你看OTC翻黑领跌 好不好 并不是好的现象 那关键重点来 你看今天大盘指数涨20点 是涨0.19% 电子类股呢 涨0.08% 几乎是平盘 可是 拉最高的是金融股 涨1.08% 造指股1.47% 造指涨幅最大 但是它的全值比重 太小 拉不动指数 比较还有点拉台的是水泥 涨0.78% 也就是今天拉金融传产股 去把指数带上来 不然今天大盘指数 涨0.19% 涨20点 真的不是电子股拉的 反而是拉金融传产出电子 老师 为什么讲说是拉金融传产出电子 不是只是看指数的涨幅 来讲这个类股的结构 仔细听 来 我在盘中跟好朋友分析说 在美中贸易战 关税是越科越重的影响之下 大盘从8月26号 10340反弹489点 到今天早盘的高点 10829点 标准的利空拉高出货手法 那你说今天这种盘是拉高起来 外资不是还是买超吗 想一想 外资8月大卖了1200亿 9月份现在买超 可是那个数量并不算多 但是你看到八大关股行库 上礼拜三四五连三天卖超 想想看 真正拉高起来 就像盘市 最近这几天 小涨小涨 指数幅度都不大 拉金融传产出电子 但是苹果股的反转压力很大 怎么说苹果股的反转压力很大 最大的关键点 来 你看金融股 今天 星光金 9月20号 要纳入台湾50成分股 把友达剔除掉 纳入星光金 所以星光金创下这几个月的新高 星光金带动金融股大涨 仔细看 金融股8月2号的跳空缺口 补了 回补了8月2号的缺口 也收高 这种补缺口的反弹追高 最容易套 这个现象 当然金融股 很多好朋友有这个金融股 要把握 不要去追 好 反而是拉高做调节 相对的 你看电子类股 电子类股有过7月份 大盘10994的位置 你再看一次 大盘7月份10994 有没有 7月份的高点 你对照一下 电子股有没有过高 电子股是过了7月份的高点 过了7月份的高点 但是反而开高走低 收费1K 那这个关键重点 你对照一下 我举个例子 今天市场上 媒体上所说的 10大转单收费股 如果就10大转单收费股 上个礼拜五的表现 8档涨 10大转 那个转单收费股 8档涨 2档跌 今天收完盘 你把这10档股票 你去对照追踪一下 你发现 跟上个礼拜五 这10天的涨跌幅了 这10天的涨跌幅去对照 这10天的涨跌幅里面 2档是下跌 8档是上涨 今天呢 倒过来 2档上涨 8档下跌 并没有真正的回到 转单收费股 或者是电子股身上 好 这是观察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重点呢 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讲说 OTC OTC是一个平行轨道的 一个推升里面 你看 昨天 今天 连续两天 大盘连续两天 有过高过高 10700点 800点 慢慢推上来 但是OTC指数呢 昨天 今天 都没有过高 这个是很可惜 比较弱势的地方 那么 OTC转弱 哪些个股 是这个盘式的结构 比较弱的地方 我在上个礼拜五 我讲 上个礼拜一次 大力光营收出来 月增19% 哇 那一天 大力光真的就是往上拉 然后 礼拜五呢 反而开高走低 这个情形 今天再来一次 哪一档 玉晋光 玉晋光 八月 营收也是好消息 结果今天尾盘 先拉升上来 营收拉升上来 结果 暴冲以后呢 小心 又会是 利多出境 那么这个观点 你看看 大力光 在上个礼拜四 九月五号 上礼拜四 晚上直播 我说 小心 利多出境 礼拜五 你看媒体 利多 暴冲啦 然后历史新高 然后呢 收完盘 逆势下杀 变成最后的烟火 这个现象 我们也跟各位讲过 整个苹果 整个iPhone的新机 恐怕会沦为配角 苹果 在真正新机上市之前 正常来讲 两个礼拜 应该是利多利多 一直放 一直放 然后呢 炒市场的利多跟题材 那么现在九月十一号 新机发表了 这个礼 等于说是 接下来这个礼拜 新机发表 礼拜三的早上 发表之后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市场对它的评价 那最大的关键重点呢 不但是 这个苹果股而已 还有华为的新机 市场报 如果说MAT30 没有那个Android系统的话 可能会减两到四成 现在 最新的资讯是讲说 那个MAT30呢 它相对可以让用户 自行去下载 这个自行下载 不知道是不是Android的 软体系统 我不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很担心 9月19号的发表呢 也变成是华为的利空 那 这个地方 苹果新机出货再急了 全年出货 怎么看 都是下修 这种全年出货 恐怕会下修的情况之下 早上开盘前 我还把这两张市场媒体 今天的标题 跟大家分享 苹果发表会 礼拜三早上要来了 新的iPhone 期待感低 为什么 最主要最主要的 4G 它是4G 其他来讲 没有特别新的功能 只是硬体 或者是一些软体 稍微更新一下 那个吸引力真的不强 最大的关键 大陆媒体 报说这个邪恶的真相 让苹果很愤怒的是什么 因为性价比 如果只是软体更新 如果只是一些功能上的更新的话 你需要去买新机 还不如买旧机 这种买旧不买新 当然新机上市之前 讲这个话 当然苹果一定很生气 可是事实上 如果看价格的性价比 真的反而买i10 Pro i10 Pro Max 这些前一代的旗舰机种 反而更有一个性价比的功能 那么这种情况 在盘中11点29分 今天的盘中 苹果新机发表前 美龄喊卖大力光 从买进跳降到猎鱼大盘 那个目标价 我们就不要讲 目标价主管机关事规定 不能讲 你可以看看新闻 那么相对的 他为什么把投资平等 从买进跳降至猎鱼大盘 最简单的 你仔细看 整个盘式架构里面 美龄所提出的四大隐忧 第一个 高级智慧机的升级空间 已经相对有限 第二个 大力光的毛利率来到了七成左右 已经是高峰的水准 第三个 光学镜头领域出现越来越多能力提升的竞争者 当然是讲郁金光 讲顺语光 尤其是大陆培养自己的顺语光 第四个 除了智慧型手机之外 大力光缺乏别的成长动能 这是我跟各位讲过 其实数位相机手机 你把画素提升到1600万画素 2000万画素以上 说真的 你一般的手机 或者是放到一般的电脑荧幕 那个画素一般不会什么失真 你看不太出来 2000万画素跟4000万画素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你真的看不太出来 除非是你要把它放大到 哇 18寸20寸以上的一个冲洗照片 不然呢 洗出来之前 你电脑荧幕看的不会差很多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美龄提出的四大隐忧 一将把大力光的买进 跳降至猎鱼大盘 目标价开始跳楼大拍卖 这个情况 那很精彩的 你说苹果股呢 我在上个礼拜 我说大力光的逆袭 礼拜四先跟各位讲 礼拜五跟各位说不要去追高哦 追高的 马上收盘套155块 今天收盘只涨10块 有没有反弹上来 不是只有大力光这种情形 大力光营收创新高 上礼拜五告诉大家 哇 实际当股票 营收创新高 结果怎么样 营收创新高 股价开高走低 黑K下跌 上礼拜五大盘是涨23点 这些营收创新高的 反而领先下跌代表什么 大力光的逆袭 也是高价股的烟火逆袭 高价股前面先涨升一段上来 然后高档出力多 前面已经大涨一段的 出力多以后开高走低 拉回 最明显的现象 你看大力光 上礼拜五的中长黑大不大 155块哦 追在4135到收盘 155块 收盘跌50块 今天才反弹10块 弱 那么 金测 礼拜四公布 它的一个营收创历史新高 来到785以后 压回 礼拜四就开高走低 礼拜五跌13块 今天跌14块 三天 你看 785跌下来 三天跌了1块 跌破了10日均线 那关键重点一个个看 包含了5274的信华 有没有 礼拜五跌3块 今天跌10块 所谓高档烟火的逆袭 就是营收创新高 可是股价呢 前面都已经先涨一段 金测 是不是营收 创新高之前 股价早就先反映了 真正营收出来的时候 高档烟火的逆袭拉回来 信华今天跌10块 稳茂今天继续跌1块半 台光店呢 哇今天跌幅大了 跌了7块半 今天最关键的 跌破这三个月来 沿着月均线上扬的支撑 月均线跌破 这是不是上礼拜五 我先跟大家提醒 大力光的逆袭 也就是高档股 营收创新高的逆袭呢 出现这种拉回 礼拜五大盘涨23点 这些高价股先回档 高档的股票 跌4块 跌7块半 再来信邦 连续4根黑K之后 今天还是没止跌 继续跌1块半 这种造妖境现行的 礼拜五是营收创新高的 开高走低 领先大盘拉回 今天呢 是营收不好的 反而股价下跌 甚至股价创今年新低 那么8月营收陆续 在明天全部都要公布 8月营收公布的时候呢 你特别注意一下 营收的月增率 年增率 一定要两个都要检视 不能只是看一个 太鼎KY8月营收月减年减都将近两成 杀到快跌停板 跌9.32% 那么大盘指数涨20点 礼拜五涨23点 今天涨20点 你看看太鼎KY8月营收不好 资讯一出来 是不是月减年减 这个情形对照一下 今天公布出来营收不好的 8月营收月减年减 其实讲真的幅度不算大 月减4% 年减8% 如果照正常8月工作天数少一天 月减4.5% 年减4.5% 中壘的幅度 其实不是跟工作天数没有差太多 可是你会发现 它的股价呢 跌了5.6% 好像大盘跌个500点一样的感觉 有没有 这个现象就是营收 你看看2231的维生 维生月减16% 年减8% 这个就差蛮大的 月减16% 你看今天股价跌13块半 是不是真的拉回来 因为它的营收 刚才好朋友都在问 为什么会下跌 最大的关键 你看精华 精华还有月增 可是年减6.35% 营收不好 还比去年衰退 跌6块 跌1.3% 你看1565的精华 跌1.3%不多 可是你仔细看 精华的股价 444块 444块 是什么 收盘价创今年新低 我待会给你看一下 不是只有精华如此 还有包含了4137的立峰KY 还有包含这个属于4148 这些都是今天的股价 收盘 创今年新低 那么再来 你看台郡 台郡月增还不错 年减3.54% 为什么今天就跌3块7 前面市场预期看好 预期看好 结果营收 没有预期的成长 所以就拉回来 那么这种情形 你看先锋 5349的先锋 月减14% 年减17% 这个幅度 大不大 说真的还蛮大的 都是两位数两位数的衰退 所以今天股价呢 跌了5.15% 那么迅德 哇这个数字有点吓人 迅德月营收腰斩 52.16% 年减4成 今天股价跌了5.7% 是不是很明显 做一个大幅的拉回 那么再来上全 营收月减10% 年减30% 这个年减 年减的幅度30% 太大 今天股价呢 大跌7.63% 这些包含了 新通 月营收减32% 8月营收月减32% 年减20% 这个幅度不但是两位数还是三成两成 你看看今天跌多少 8.5% 幅度非常的大 那么这些告诉大家什么 8月营收很奇怪的 上礼拜四礼拜五营收好的创历史新高的到现在我估计有51加以上营收创历史新高 营收创历史新高呢 开高走低 涨不动 不是没有反应 而是前面7月8月拉升上来 有些股票已经涨了三成五成以上呢 已经先反应过 所以真正营收利多出来 股价开高走低 被出货 那么今天反过来 像新通这些营收不好 像泰鼎KY营收不好 股价呢 马上大跌反应下来 那么明天礼拜二的行情 大概可以预估到 市场全部取代的是台积电 台积电上礼拜五ADR跌1.2% 今天还是拉台积电 我不知道这个拉指数一直给外资拉高的机会 是什么意思 但是一个关键点 台积电欲金光营收拉起来 明天是变成市场期待的利多 对不对 想想看上礼拜四礼拜五以来 很多先涨的股票 为什么先涨的股票 上礼拜四礼拜五 变成高档逆袭的烟火 大力光 营收非常好 8月暴增 结果呢 开高走低 今天只小弹10块 太弱了一些 那这种情形回到基本面上 主要的因素啊 我说过 美租贸易战9月1号 继续加税开打 指数没事再拉起来 你相信我不相信 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说 这一段行情走势里面 其实基本面的数字是越来越不好 甚至包含大陆降准两码 9月19号 美国联准会也要降息一码 降息降准应该是利多啊 但是我今天传政稿分享里面 我也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降息降准 那个传政稿里面有写了 降息降准它代表的是要救经济 是要宽松货币 但是也代表着经济数字越来越糟 如果经济数字后面没事 还是继续往上拉高成长 不会降息降准 就是预期后面是越来越糟 才会去降息降准 那么这个观点你看川普 他一直在唱衰中国 说中国正在消化关税 经历几十年来最糟糕的一年 确实关税会打到这个大陆出口 美国的这些企业 真的会有影响 而且接下来9月份到12月 会越来越明显 因为9月1号 这个3000亿里面的一半左右 加税15% 10月1号2500亿商品 2500亿美元的商品 从25%提高到30% 还有12月15号 3000亿美元剩下的一半 也要加税15% 这个现象 他唱衰中国 是可以看到中国是真的 有回党的压力 那么中美10月将谈判 川普推文说关税正由中方承担 他一直认为 大陆呢 他没有办法转移 他的市场 市场的出货能力 所以一直说 加税一定是大陆买方 等大陆的卖方来做一个承担 实际上 有些企业是真的受到影响 但是有些企业呢 承受不住 接下来在第四季 9月份 10月份以后 我告诉你 不管是大陆的失业率 甚至包含美国的景气 全部都会坏消息 这个影响是真的会越来越不好的数字出来 那么相对的 你看联准会 全球经济遭殃的会减损8500亿美元 这么大的一个贸易政策 冲击这么大 台币算一算 贸易战令全球产出损失26兆 你说这是股市的利多 我怎么样也不相信 股票市场上 我们不是看一年两年 万点行情经历过几个大波段 但是我也跟各位讲 你如果这一次 听到那些做多一次拼命的去追价 没有去控制风险的话 下一波拉回 全球经济损失26兆的产出 那个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相对的 8月出口意外衰退 进口连四个月下滑 是不是经济数字不好 大陆降准两码 你知道后面会有什么影响吗 你真的有做功课 你就知道说他的数字 影响是真的非常大 你看美中贸易战堪比美苏冷战 川普的经济顾问库德洛 他说恐怕会持续10年 这个绝对不是好消息 一年就受不了了 如果10年呢 真的美中两大经济体 走向美苏冷战的情况 影响经济面很大 大陆毕竟不是小的经济体 不要把大陆当作墨西哥来看 相对 会遇下调香港的评级 24年首件 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到上周末又在抗议了 这个已经变成港独了 不是那种属于那种反送中事件 反送中已经撤销的话 不送修的话 应该要消弹消除的 这个情形再闹下去 香港评级24年来首件 绝对不是好消息 最明显的今天香港股市又小跌 是不是 那再来大陆降准两码 降9000亿 释出9000亿人民币 9月16号开始 是不是好消息 这个应该是利多啊 可是大陆股市表现真的很强吗 没有 在过去 你看今天早上也有个报纸媒体 昨天的内容 中国降纯准率就经济 被怀疑是提油救火 怎么说 最大的关键 8月出口萎缩 对美国大跌16% 美中贸易战的下跌原因 也就是降准的原因 没有消除掉 没有消除掉 不管是大陆降准两码 美国降息一码 能够挽救经济的下滑吗 不会 这也预告着大家说 中国美国8月出口萎缩 对美国大跌16% 经济数字是真的越来越不好 那么相对 我们也把过去 从2008年以来 这11年的时间里面 大陆历次降准 还有市场的表现 你注意看 如果是股市先经过急跌 它去降准的话 后面都是一段涨势 急跌下来降准降准 这个时间点后面都会涨势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如果只是半三腰 降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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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降了四次才会上来 了解吗 过去这11年时间里面 大陆降准 如果是股价先跌的 先跌一段的 这个点位或者是这个点位 对市场是真的利多 但是如果它只是一个 刚开始起跌就降准 后面还会降降降的话 不是利多 这个时间点 9月16号再降准 这个位置不是低点 大陆股市反弹也在3000点之上 不是低点 那相对的 你看美国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暗示说本月的降息几率大 CME的一个联准会观察 每天估计它的 那个降息一码的几率 94% 剩下的6%是降息两码 也就是降息的几率100% 这种情况之下 就业放缓 美国联准会可能降息一码 这个降息的数字 越来越明确的时候 你看看 纽约FED估计下半年的GDP 最低1.1% 明年的衰退几率将近四成 要降息 7月份降息 9月份降息 甚至10月份 12月都会继续降息 最大的关键 景气不好 景气不好 如果明年会衰退的话 那确实 10月份 不要说9月了 连10月份 12月份 对大陆关税 大陆会反击 还会继续反击的时候 继续降息 这种一直降息 每一次整个经济衰退时间里面 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 明年 第四季以后 12月15号 这个加关税加下去 很惊人的数字 那么刚才三点钟的新闻里面 美国经济衰退 今见新的胸罩 什么样的新的胸罩 这个最大的关键重点 就是美洲 美国劳动的一个工时 劳工的一个 美洲工作时数减少 可能是经济衰退的警讯 经济衰退将至的警讯 到目前为止 你看美国的电子盘 小散个五十几点 还是没有什么感觉 对不对 那最重要的重点 来 美国四十多个州 同步启动调查 Google跟脸书 再层反垄断的标靶 Google跟脸书 是什么股票 美国科技的龙头股 FAANG里面 F第一个就是脸书 最后一个G就是Google 这五大科技股里面 两个Google跟脸书 被调查反垄断的标靶 你说这个对科技股利多还是利空 7月7月底 7月25号26号 纳斯达克冲最高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是Google 记不记得 Google它本身是大涨 带动纳斯达克创历史新高 那一天台湾的ADR都跌 那么这种情形呢 大陆啊 最简单的 不要说那什么出口数字啊 大陆的租价很辛苦啊 翻倍 大陆的所得当然没有我们台湾 整体平均那么好 但是大陆的租价翻倍涨 民众对非洲租瘟有感 如果连猪肉都吃不起 贵啊 贵了一倍 景气怎么会好 是不是 在台湾来讲 不是租价 台湾的租价 没有受到非洲租瘟的影响 但是台湾有个很夸张的数字 陶珠影员 中华工程 他们所盖的这个陶珠影员 每平610万创天价 前央行总台彭华南 一直压住一个底线 彭华南防线是什么 每平300万 每平300万 去年7月23号 台北有三个豪宅突破300万 现在陶珠影员 开湖直接跳一倍 跳到610万 我说明年1月份 总统大选又将戒了 这个动作 不是说什么坐驾 或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跟你讲 这是制造房地产的打压 不管是两组 还是三组的候选人 会不会对房地产政策 又出手 这个情形 不要说是扭曲这个房价 是房地产在大选将界的时候 制造房地产的打压 这不是好的现象 再来 你看看美中贸易战 现在10月初要登场 现在已经9月9号 到现在还是跟各位讲出 时间还没桥定 为什么没有桥定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10月1号 2500亿美元的商品 大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 2500亿商品 从25%提高到30% 10月1号 加高税了以后 才来谈太晚了 第一个是太晚 第二个呢 10月1号我讲过 10月1号是什么日子 大陆建政70年的国庆 大陆70年的国庆 你说大陆会不会反击 因为接下来10月1号以后 他们又是连续的国庆长假 好 六七天的国庆长假 10月1号要休假 你说会不会在10月1号之前 反击美国 这个30%的关税 时间上 我觉得大陆的政策 对美国的政策 从去年以来很稳健 一步一步一步的反击 而且都是整理规划好 调查好之后才出手 那么美国10月1号 继续加关税到30% 在第二季的时候 川普就讲过 关税没有说是25% 就是上限的 25%以后 他那时候讲什么 35% 40% 45% 100% 都有可能 这种情况之下 30%如果大陆 在10月1号之前 去反击 我问你不要说10月1号了 10月1号前后去反击 10月1号前后去反击 你说加关税30% 大陆反击之后 川普会不会继续加税 税没有任何一点退让 反而是越加越高 胆大的 一直叫你去抢短 是不是 那再来 我也跟各位讲过 股市的高档 降息是利空谨讯 这个道琼这11年 涨了2万点 涨了3.2倍 当时在7月16号 道琼指数27398 那一天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拉上来 我每次跟各位提醒过 整个降息不是利多 最明显的例子 前三次的降息 有没有 前三次的降息 股市都是大跌 那么最近这两次 一次是这个2000年的时候 这个2001年的时候 降息两码 2000年1月3号 2001年的1月3号 降息两码 一波跌下来 道琼跌36% 再来最近这一次 2007年的9月18号 降息两码 道琼腰斩 7500点 这个降息前一次 2000年是科技的网路泡沫 好 网路的科技泡沫 2007年次贷金融泡沫 再到这一次关税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美银就警告了 如果随着利率的下跌 新兴市场就会向日本 甚至向希腊 新兴市场如果能够扩大内需 扩大投资 比方说 刚才我看到一个新闻 高铁可能会宣布 明天会宣布 苏院长宣布说 高铁延伸到屏东 其实我也很赞同 延伸到屏东的话 对屏东的发展 对台湾西部线的纵贯 会有更大的腹地 更大的纵深 这个时间上 当然屏东的一个经济 共建效应没有这么快 可是它就像高速公路一样 你只要盖下去了 对屏东的发展 就会有加速的效果 至少你只要一宣布 整个屏东 到屏东的这条沿线 有停战的一个区域 绝对房地产的价格 又会炒上来 所以一定要扩大内需 去做投资 明天苏院长要宣布 把高铁延伸到屏东 这个对高铁来讲 内需来讲又是好消息 但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接下来的利率下滑 外销不好 一定要扩大内需投资 不然就会像日本 甚至像希腊 那么这个观点 我也说过 外资不是吃素的 你不要看外资 又是买了42亿 今天台紫棋 又买了1435口 外资期货现货 持续都是一直买超 这个时间点 台股景气有这么热吗 台股外资只有13.16兆 到上礼拜五为止 占上市比重40.6% 亚洲国家你去比比看 哪一个国家的外资持股 像台湾这么高的 真的太高太高了 那这个现象 库克在8月26号 这连续三年时间 都是在心机上市之前大甩卖 你也发现这三年的苹果销售 那个数量是相和日下 越走越低 同时呢 不但是库克在卖股票 国泰人寿卖股票 对冲基金也在卖股票 那第三季拉起来呢 美气大股东也在卖股票 这些都是在筹码面 一直有出现警讯 不是说看到外资买 没事 最大的关键 你看看 整个2008年 有避开金融风暴的 有点出来 大麦空的主角 原型贝瑞 他就讲一个 这个观点 ETF 城市指数股的交易 会是下一个大盘压回的引爆点 就是城市交易的散灵杀手 因为在过去 很多个股一直是往上变高 就是那77档 那么罗杰斯也讲说 一生最糟的熊市将要到来 我说这是一生最佳的放空机会 或许你这个地方 你认为说大盘指数没跌 外资甚至包含整个筹码面 好像还没释出来 你想想看 外资今天买超 外资在上礼拜五 持有台股13.1兆以上 这些数字多少是散户的 其实他这些个股的筹码 他们把指数自己的持股拉高上来 不要看到指数涨就去追 今天过半数的电子股反而是拉回的 所以相对好朋友 想跟上这波拉上来放空操作 也欢迎大家跟上我们的节奏 就像上礼拜四星象 找盘放空的 是个属于414放空的跌停回补 然后礼拜五拉上来 再空一档 今天收盘价差11块 那么要跟上这个节奏 我不会带你用追加的方式去做操作 但是相对的 加入空军实现梦想 我带你一步一脚印的做操作 好那回到盘面的重点 我们先跟各位看几两个股 来你先看一下 那盘式架构里面呢 我们刚刚看有几个重要观点 好我们对照一下给你看 你看大盘 我刚刚讲的 大盘外资是不是买42亿 今天投信转卖哦 自营商卖16.29亿 也就是今天外资拉指数股 最明显的例子 你看星光金 加入50成分股呢 星光金自营商因为全资去买 可是相对的 我们刚刚讲的几档个股 1565的金华 这是今年1月份 这是今天的收盘价 金华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从8月初到现在 这一个月以来 天天几乎是天天卖超 今天的金华收盘价 创今年新低 还有包含4148 全宇 今天一根中黑 那个量不大 可是呢 一根中黑 收盘价 创今年新低 另外一档 包含了4137的 利丰KY 看到利丰KY 感觉很像上一次我们讲的大疆 有没有感受 升级股应该是政策做多的标的啊 你看 除完洗以后 除完洗以后就一路的往下 礼拜五破底 今天继续破底 外资一路追杀 所以说啊 我跟各位讲过 不要去猜低点 就像刚才有好朋友问到的 我们刚才就回答到一个 先回答一个 你看华欣科 华欣科 稍微营收没有那么强 没有跟去年的高基期那么强 营收一公布出来 马上呢 股价今天一根中黑 外资才卖935张哦 就压回 均线架构是不是走弱 那么上一次我们讲8436的大疆 你仔细看 今天的收盘价 又是收最低 收盘价跌4块 收在今天的最低点 上一次的最低收盘价 什么价位 282 282 今天284 我把图再放大 有没有感受出来 破底谈破底谈破底谈一下 今天又在压回 这就是告诉大家 弱势股票 不要随便抢 相对的强势个股呢 6510的金测 今年以来从360涨到785 是不是涨一倍 营收公布出来的时间点 最高点 很坏吧 这个观点 其实你看到很多个股啊 都有类似这种现象 3008的大力光 今年最低跌到哪里 3255 上一次3650 这一次呢 上礼拜五 4135 很接近半年线 就被压回来 今天又是开高走低 注意哦 它的季线3978 季线五日线3978 这个纠结位置点 不可以再跌破 如果跌破 你说会不会再往下回撤 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 9月11号 礼拜三早上 那个时间点是 苹果新机一旦发表出来 那天早上一旦发表出来 全球都在看苹果 你说它会怎么样反应 难道是变成利空出境吗 不是哦 这个不是利空出境 好 很快一下我们看 好朋友的个股部分 哇 今天很多个股都很想知道 我们尽量跟大家说一说 我的看法 好 那么大家晚安 4137的后市 其实走势上来讲 我也刚才有去查过 我刚刚6点多的时候 还去查过一遍 它的营收还没有公告 现在已经公告出来 5点多有公告出来 年减1% 如果就7月营收3.63 8月3.71 月增 有没有 月增可是年减1% 这个就不是营收的问题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营收只有年减1% 幅度不算大 可是你看它的股价 真的很弱 这种从筹码面来讲 应该是外资看未来的趋势 没有看好 所以相对你先注意 今天的低点 今天的低点是198 你说怎么看198 你先观察今天的低点 不要再破 如果说外资昨天今天 想卖的卖完了 今天低点不破 连续三天不破198 才能够出现打底指纹 甚至反弹的机会 如果明天早盘就先破198 那你更要多观察一下 当每一个低点出现的时候 至少三天不破底 那才是一个直稳的机会 如果天天都破低点 怎么看 继续盘跌 外资如果持续追杀 明天观察198 不可能破 才能够先指纹 那再来 你说有什么利空消息吗 我并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利空消息 那郁金光为什么尾盘拉伸 它公布出来的营收 8月很好 有点像上个礼拜五的大利光 明天收完盘以后 应该是台积电 单月营收要突破1000亿 这些都是市场预期的数字 没有什么意外的 是市场预期 它本来就是8月份营收 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2231的维生底部到了吗 你看这个结构 今天三大法人全部站在卖方 1891张的成交量里面 三大法人就卖了744张 法人在卖 还没有算直稳 这个地方也跌破了8月份的低点 我把这个8月份低点给你画一个位置点 你看一下 266.5 266.5这个位置 然后呢 在8月底的低点是多少 269 有没有发现现象 8月初的266.5低点 碰到季线反弹 回挡季线守住 今天中黑破季线 破季线 破8月份 266.5的低点 转弱 今天最低来到261 很接近年线 259.7 还没有到年线 季线跌破的时候 年线 我认为支撑守不住 相对还没有到底部 那么3019的亚光 股价走势 你看 我把图放大一点 有没有看得出来 亚光今天收盘 虽然只是小跌 收盘小跌 可是5条均线跌破 明天如果说还是在平盘 附近做整理的话 那5条均线呢 短均会开始往下压 盘了快一个月 有没有 85块到90块附近呢 盘了快一个月 这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明天又小跌 会让短期均线 开始往下压 形成空头的散开排列 好 这是亚光的走势 你说要回稳 至少先站回月线 84块6 才能够站稳 好 那再来 利丰为何大跌 哇 我刚刚讲到 很多人都在问利丰 利丰 其实我刚刚讲的 营收也还好 但是 相对的 你会发现说 外资如果持续慢 明天如果198跌破 融资会不会断头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跟各位讲过 不要用融资操作 你有用融资的话 一定要先避开 不能说去猜它的底部啦 外资如果明天 又把198灌破呢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它不是说8月9月的低点 今年1月在这里 它是创今年1月以来的低点 就好像8436的大江 破底的时候 也有好朋友问我说 老师可不可以抢短 抢短之后又破底 那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抢短 还是不能抢短 会这么弱 是一直往下破底破底的 不要去猜 1565的金华 你看看 外资一路追杀 十日线都没有站上 是不是破底破底 今天的收盘价又创新低 继续创今年的新低 那么刚刚讲生技类股 还有一个4148的全宇生计 今天一根中黑 直接贯穿 贯穿最近这8月份以来的低点 这些都是弱势现象 不要去猜低点 那大盘的部分 我们刚刚解过 解过我们就不重复 你再看一下大盘 那3338的泰索呢 3338的泰索 注意看哦 这一个礼拜 它在守月线 月线91.14 今天有跌破 今天收盘91.1 跌破有转弱 明天至少要站回到91 那个属于月均线91.14 应该站回到91.2以上 没有站回 小心会继续的盘跌 这个观察点就是月均线91.14 那再来4943 怎么看 4943它是破五日线反弹 那么这两天要先观察它的营收 观察它的营收 能不能有好的数字 它现在营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来 你说你要去往下看的话 往下做的话 你要先观察它的营收 最慢最慢明天 今天晚上明天早上 多做一下功课 营收不好的话 就可以做往下避险的操作 那富邦VIX怎么看 富邦VIX我说过 今天富邦VIX呢 最主要又是法人 追高杀低 对不对 今天你看 跌下来 外资追杀 10万张 他们呢 是追高杀低 是照城市交易 如果我看这一段期间 最近这一年啊 每一次外资大买 通常是大涨的时候去追 他们不在乎 为什么不在乎 很简单很简单的 这些的损失跟期货五万四千口 多单五万四千口 跟现货13.1兆的规模 比起来这个追高杀低 不算什么 好 这是法人的操作结构 好 那再来 2027的大成钢怎么看 大成钢其实在这个地方 短线 10日均线跌破呢 还会再压 再进一步的阻底 虐价 我认为虐价 印尼已经宣布了 明年元代看 元旦开始呢 要去怎么样 调高 等于说是禁止出口了 禁止出口对虐价 还会有继续创高的条件 但是关键点大成钢 要转强 至少要站回十日线 38.6才能够转强 如果38.6没有办法站上去 这个地方还会反复打底 甚至还会再往下测低点 那再来 2455的全新怎么看 2455的全新呢 其实你看它的股价走势 这两天想要过高 没有去克服前波的套牢区 成交量呢也不够 今天在整个PA族群里面 稳貌连续三根下跌 它去拉台的是谁 80.86的宏杰科 是不是拉台80.86的宏杰科 但是稳貌的股价走势 反而就是带头先往下走弱 那么2455的全新呢 短线上已经横盘三天 明天注意98.6 如果不再过高 就会开始做一个压回 那再来 3406的玉金光怎么看 我说玉金光今天 杀下去又拉起来 应该是在反映它的8月营收 明天开盘之后 会不会像大力光上个礼拜五 开高接近它的半年线走低 明天早上应该就是一个最关键时刻 如果玉金光它开高又没有办法做一个强拉的话 又会是大力光的翻版 因为今天有公布它的营收力多 很像上个礼拜五的大力光 那再来 那个6230的操纵 已经盘在这里 盘在这里 这个股价位置已经盘了将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技术面上来讲 你看3324的双红 双红股价破了这个颈线184 今天最高184.5 开盘点 碰了一下184就压回 今天双红外资投信自营商都在卖 那么6230的操纵 我认为应该也会跟着压回 你仔细看 今天三大法人都是小麦操纵这两个股 所以我认为空单可以做一个续报 那再来 环球金可以放空吗 6488的环球金 我认为它的短线上还没有转弱 明后天有去攻年线 季线 有上攻比较出现转弱的黑K 或者是上影线 比较确定它的反弹力量结束的时候 再来做操作 那么在稀土股怎么看 稀土股的看法呢 最主要是道琼跟纳斯达克 相对都是在高档 大陆对美国的贸易战 还会做一个反击 我认为稀土股不要看坏它 这个中右啦 加龙啦 这些属于稀土股呢 还是持续看好 在10月1号 我认为是应该会在之前 不会做一个属于大陆方向的改变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FB好朋友询问的部分 那目前的盘式结构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盘式的架构里面 我看看哪些个股 3661的个股可不可以放空 3661的个股其实是转弱 不能做多 那今天盘中有人问我说 可不可以做多 它的技术形态 注意看10日均线 今天反弹高点 就是碰了一下10日均线做压回 你要做操作可以用10日均线 10日均线没有站上的话 放空 就是做一个反向的操作 那再来 目前盘式上的走法里面 3419的个股怎么看 3419的个股里面 今天的华域 华域的走势 它今天是往上拉高 它还没有转弱之前 今天还有一个开高的缺口 相对缺口还没有往下转弱的时候 你要空它 我认为不适合 要多等一下 换个个股会比较好一些 那再来 那王大哥中秋节愉快 那6438 6438空在70块 怎么做呢 你看它的股价走势 6438今天是跳空跌破越均线 接下来的走势呢 因为今天是跳空跌破 明天早盘应该还会有个小弹的机会 幅度不大 那么这个幅度呢 你可以看 月均线的位置 62块 接下来 等到时日线再往下压的时候呢 再看时日线 现在先看62.02 就是看62块 62块没站上 我会建议空单续报 好 那再来 那盘式架构里面 在目前2834的台气盈 2834的台气盈 不是重点的指标标的 今天拉星光金 这些金融股往上拉 你看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 是不是外资一路卖 你看到这种现行结构 会认为说 好像台气盈是拉回在打底了 你就回头把图形放大一点 这是打底还是盘跌 有没有 你把图形 从今年1月份以来 今年1月份以来 10块2涨到13.95 涨了快4成 现在除完席压回 如果把除席还原 它还在高档 所以我认为 在月均线12.36 12.36没有站上去 没有站上去月均线的话 盘跌 这个现象 其实你看很多个股 弱势的股票 它如果是沿着月均线 或者是时日均线 一路往下走跌的话 没有站上时日均线 月均线盘跌的几率很大 今天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你看4137 回到月均线 回到月均线 就往下压破底 有没有 4137的一个利峰 8436的大江 是不是回到月均线附近 就往下压 还有1565的精华 最怕的就是这种弱势往下压的走法 这点要特别注意一下台积银的情形 好 那最后我们再回答最后一档个股 那5609的中飞行 5609的中飞行 股价还会再创高吗 有什么价位 买卖的价位点 其实就中飞行的股价走势 你会发现说 它这一波应该是 跳空开高上来之后 整个获利数字 我们看看它的营收公布没有 上半年1.63元 8月份的营收 我看一下 月增年减不算特别 如果月增年减没有很特别的表现的话 贸易战的升温 中飞行排华的溢价空间大 这个大的部分 我认为只是一个货运短时间的效应 这种短时间的效应 你说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追 我不建议做追加 因为包含的BTI指数 BTI指数呢 接下来到了10月份 11月份以后 整个中美贸易战抢货潮 备货潮 该备的备货完的话 不会有那么强的持续力道 你看今天的K线形态 上影线很长 基本上还没有转弱 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 5日均线24.3 接下来要守住5日均线 设一个停利点 操作上不要追加的方式 制作操作 好 那最后我们回答一个 再补充一个1101的台泥 台泥的一个除息 到现在还没有回补 有没有 之前像做个小M头 小M头45.7的颈线 跌下来以后 现在拉起来 这12345连5天上涨 是除息后的填息 也可以说是 互指数 拉抬的重点 那么台泥后市看法 我认为年限39.6 射停利点 年限39.6 射停利点 连涨12345连涨5天 上浪的空间 我认为并不大 好不好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好朋友还没有回答到的一些个股问题 欢迎加入我的Lite8 我的ID是荧幕正中央 绿色底的小老鼠ASIA168 加入我的Lite8 我们在私底下 一对一的私询回复呢 再跟大家一一的做说明 好朋友 把握加入Lite8好友的机会 甚至想加入 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个放空操作的 都可以拨打 0800370888 跟我们线上助理 来做一个直接的咨询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 好朋友